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爱继续我们在这里,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主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殿中,来见你的面。 主要用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开心你的话语,让我们能明白这话语中的亮光。 主要用你的保险来捷径孩子,还成为一个捷径的庆祢,传达从你而来的平良妈妈,来给到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祝福。 主要用你亲自来喂养你的羊,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母人。 主要用我们来到这里,不见义人,不见耶稣。 愿你在这里夺得你一切当者的荣耀。 我们也愿一切荣耀送赞珍贵钱笔都归给我主我神,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 对,靠主的圣灵。 这个牌子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然后三、四月份的分题就是, 胜过仇敌。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如何来胜过仇敌。 这是要藏在基督里。 好,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哈。 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八节。 它是这样讲说,当乌西亚王奉政参与民, 有建筑坐在高高宝座上。 他的衣装皮下,搁满圣剑。 膝上有沙拉夫四粒。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搁脸, 两个翅膀搁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圣灾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装充满全力。 由书喊者的声音, 没喊着天气, 郑重, 便充满了烟瘾。 那时我说, 破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臣不绝的人, 又住在嘴臣不绝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冠军之耶和华。 有一拉扎湖飞到我身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蜆从蚕上取下来的。 将炭粘我的蚕, 说, 炭啊, 这炭粘了你的蚕, 你的罪孽便足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用听见主的声音, 说, 我可以猜猜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也说, 我在这里, 请猜猜我。 这段经文, 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这段经文, 它就是讲述的, 讲述的就是以赛亚他的萌糟的经理, 他见的印象。 这段圣经当中, 在整部圣经, 只有这一章, 就是记载的一个天使, 这个天使的名字叫什么? 它是什么样的天使呢? 它是自立在神旁边, 是有着绝境能力的天使。 那这个天使,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遮胸。 它是预表着, 预表着, 预表着隐藏, 谦卑和敬畏。 另外, 有两个翅膀。 它是遮脚。 它预表着, 忠心, 顺服, 赞助, 圣洁的地位。 那么, 最后两个翅膀呢, 它是预表, 它是悲强的。 预表, 它是属天的, 它是超越的, 它是听神的命令, 而且还有不足气的, 活泼的服事。 那这个经文就还让我们看到, 就是圣灵的光照是多么的奇妙哈。 就是让人从圣洁的, 这个神圣洁的荣光当中呢, 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和不知。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 这先知发出了什么样的, 一个悲悯之声呢? 他说, 我灭亡了。 所以就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说的, 他进来了, 就要叫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其实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我们都做得很对, 错的都是别人。 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 我们自己的本相。 所以, 先知以赛亚发出, 我灭亡了这样一个声音。 他看到了他自己是嘴唇不竭的人, 住在嘴唇不竭的民中, 而且又见到了大君王。 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的, 呃, 悲鸣之声, 我灭亡了。 首先他看到自己嘴唇不竭。 第二, 他看到自己住在嘴唇不竭的民中。 立位记十九章二十二节说, 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所司奉的神, 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他是圣洁的。 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圣洁。 七百书十二章十四节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 有一个现象会发生, 那就是和睦。 那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 因为经常记得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这样圣洁的耶和华神, 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要见到这样一位圣洁的神, 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 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 李努伊勒, 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他的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诗诗纪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爱在主耶和华啊, 我不好了, 因为我会面见, 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就对他说,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 我们见到神的面,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也没有办法存活的。 那么, 圣洁的神, 听到以赛亚先知的这样一个安民之声, 怎样回复的呢? 他是怜悯先知以赛亚, 赐下了赦罪之恩。 先知他为不节的自己呢, 发出悲鸣的叹息, 圣洁的神呢, 就怜悯了他。 然后他就赐下赦罪之恩, 然后拆遣撒拉福呢, 用祭坛上的红炭来洁净先知以赛亚。 洁净他的口, 扶掉他的罪孽, 赦免他的罪恶, 让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可以合乎主用。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那么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 就是人如果不圣洁, 是没有办法被主来用的。 唯有圣洁的器皿呢, 才可以合乎主用。 那么我们怎样能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呢? 就是要藏在基督里。 为什么要藏在基督里, 才能够胜过仇敌呢? 因为我以佛所书六章十二节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掌管, 正右岸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握摩征战。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送过仇敌的, 但是当我们藏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送过他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是得胜的君王。 启示录17章14节说,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这羔羊的, 就是蒙昭备雪,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所以当我们藏在这个, 得胜的君王里面的时候, 我们必然得胜。 那么我们如何藏在基督里呢? 我们要藏在基督里, 就要谨慎口说哈。 因为以赛亚, 看到自己是个嘴唇不解的人。 所以呢, 他说, 我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那我们怎样能够藏在基督里? 首先, 我们要做一个嘴唇洁净的人。 雅各书三章五到六节怎样讲呢? 他说, 这样, 舌头呢, 是白体里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最小的火呢,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呢, 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所以舌头看到很小, 但是却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哈。 雅各书三章八到十节说,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形像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所以我们的口, 真是要谨慎我们所说出的话。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 入口的并不能够污秽人, 但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所以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三节说,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的力量吗? 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那天地万物又是神用他的话, 他发出他的话, 说要有光就有光。 他的话造天地万物。 那么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呢, 他的话也是有很大能力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口中的言语。 因为这言语是有能力的, 他可能是好的, 但我们如果不谨慎, 他就是坏的。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报纸上报道说, 曾经有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并不是基督徒, 他就去采访, 去监狱里采访少年犯。 有一个13岁的少年人, 他去采访, 就是监狱里的这一个13岁的少年人, 他因为抢劫被关在监狱里。 这个记者就问那个少年人说,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而这个少年人回答的话, 让这个记者很惊讶。 这个少年人怎么回答? 他说, 我比我妈妈所说的还早来了两年。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我妈妈都说, 你15岁一定会坐牢的。 就是发出这样的一个咒诅, 在这个孩子身上。 因为我们父母说孩子的话语, 真的要小心几分了。 他有这样的果效。 更为可笑的是, 这位记者去访问一个老太太, 那老太太已经70多了, 而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那个记者就问她说, 为什么你的眼睛会这样? 有老人家就回答说,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说一句话。 他说我瞎了眼睛找了我的老头啊。 结果他最后眼睛睁瞎了。 但是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小心啊。 搞不好就把自己也皱住了。 就是说, 神的话他照天照地, 但我们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 所以真的是要谨慎我们的口说。 你得看下一页。 下一页是雅各苏。 雅各苏什么说? 一章二十六节。 他说, 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假的, 是虚的。 所以我们的口舌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好多时候, 我们好像表面上很虔诚,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 我们的虔诚并不是真的。 真正虔诚真的是要能够警察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怎样说呢。 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神告诉我们一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哈。 就是我们谨慎了我们的言语。 我们说了都是真话没有假话。 我们也说宋赞神的话。 我们也去敬拜他。 我们说的都是圣经上的话。 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 有没有呢? 真的我们会看到教会里有很多 我们想要说的特别的冠冕堂花。 但是他的心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耶和阿神他是监察人心的。 所以谨慎口舌呢, 做一个嘴唇捷径的人。 不单单是讲真话, 更是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里的动机 心里的动机更重要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我没有讲假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就跟她说 没错 你讲的都是真话 但是你有没有想 你讲这个真话 目的是什么 是能带来和睦 还是带来纷争 耶和华神是监察人的心的神 他不看我们表面 他是看我们的心 所以 耶利米苏17章10节说 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一个更严格的要求 他不是说 你就不说假话就可以 也只要讲真话 他更看我们讲这真话 没错 我们没有说谎话 但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真话 我们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有什么样的动机 这是神来寻查的 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经得起神的考察呢 我们知道新约圣经的时候 耶稣经常去痛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为什么呢 他们所讲的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的人 他们是教导圣经的人 他们是 所讲的话都是圣经上的话 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离开我去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心 他们虽然讲的都是圣经上的话 摩西的律法 但他们心却没有神的爱 神的怜悯 他们用这个律法 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私心 私欲 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说 说他们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去 去发福音单章 然后呢 有一位传道人就跟他说 我们在 龙城那里见面 我们一起来发单章 但那天下了好大的雨 这个姐妹拿着单章在龙城那里就等这个传道 他和几个姐妹一起等着传道 一传道呢 就一直没有来 后来打电话问 你怎么没有来呢 我们都在等你 就传道说 圣灵感动我今天不要来了 就是这样真的是 神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的 而我们可能说的很属灵的话 圣灵感动我 不要来 圣灵感动我不服事 圣灵感动我 不做这个 不做那个 很属灵 但是我们心是如何吗 真的是圣灵感动不来吗 还是说下大雨 我就不愿意出门了 神知道 所以 耶和华神是监察人内心的 所以当我们说 圣灵感动我 如何如何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是问一下 我们自己的心 真的是圣灵感动吗 还是我们自己 打着圣灵的旗号 不想去做 所以要警察 警察我们的心 所以在圣经当中 我们会看到 耶稣他经常批评 这些假骂伪善的人 他怎么说 马太福音15章7到18节说 假骂伪善的人啊 以赛亚指着 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这百姓用嘴唇 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的也致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 对他说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 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 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毛侧了吗 唯独出口的是 从心里发出的 这才污秽人 所以神怎样讲 他说从心里发出的 才是能够污秽人 他省察我们心中是 解净的还是污秽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去 监察别人心怎么样 需要的是监察我们自己的心如何 我们对神的心是如何的 当我们讲出一句话 我们说我们没有说假话 没错 但你说这句话什么东西 我们的心是怎样的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是真的是需要来检查 所以监察人心的 耶和华神呢 他看中了 雅各的心 我们都说雅各不好 这样一个 喜欢抓的人 用红豆汤 骗取了长子的名分 好像是满了鬼 但是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 耶和华神被称作是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怎么会看中雅各 看中雅各哪里 他看中雅各的心 雅各的心是什么呢 雅各看的长子的名分 是什么名分啊 是那双倍的产业吗 他得了他父亲双倍的产业吗 他得了他父亲的房屋吗 还是他父亲的牛羊 都没有 他拿到长子的名分 就不得不背井离乡 逃到他舅舅辣班那里去 干苦工 他什么也没有得着 那他要这个名分做什么 他看中属地的吗 没有 他看中的是属灵的 是神的祝福 为什么神会看中他 就看中他这份心 他为了属灵的这份祝福 他甘愿付出他生命的代价 他哥哥杀他的都不怕 他想拿到从神来的这一份属灵的祝福 是他哥哥一嫂眼睛看不见的 他哥哥一嫂看见什么 看见红豆汤 不喝了就死了 雅各呢 我没有这祝福 情愿死 我要这祝福 为了这祝福 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祝福是能看见的吗 没有 是看不见的 是天上的 所以神监察人心 你少看中了什么 地上的 你少不看中天上的 所以雅各呢 他就渴望得着神的祝福 所以他记得赏子的名分呢 他是要得着属灵的祝福 所以创世纪32章26节 记载雅各跟神摔跤 那人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所以 圣经上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那个努力就好像就是那种 抓住不放 我一定要进去那样的努力 雅各就是有这样一个努力 他就是要得到神的这样的祝福 所以神看中他的心 我们都说大卫啊 很糟糕 他看上人家的妻 借刀杀人 把他的将军乌利亚杀了 这样一个人 我们在我们眼中看 他不是很好的经浪 但神看中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会犯罪 神看中的是他犯罪之后 他求神什么 他求神不要从他收回神的圣灵 小罗也犯罪啊 小罗犯罪圣灵离开他 他有没有求神说 神啊 不要圣灵离开我 他没有 他转身就去问那交诡的妇人 我这个仗能不能打赢啊 所以我们的心如何 是神来看中的 神来看中大卫 他的心是渴慕神 如露渴慕水一样 十篇四十二篇一节说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西水 所以这颗渴慕神的心 这颗对圣灵的渴慕 神所看中的 那神看中彼得什么呢 看中彼得爱主的心 虽然他三次没有认识 但是彼得是爱主的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 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是 就是这颗爱主的心 神看中 虽然有软弱 但是 并没有妨碍我们爱主的心 我们仍然是爱主的 彼得仍然是爱主的 他为自己的软弱而痛哭而悔改 同样 神也看中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很喜欢读的一句经文哈 就是罗马书十章十节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很多人都说 啊 耶稣他留下宝血 就把我的罪都洗尽了 我信耶稣我就是义人了 因为这上说 经里头说 圣经说了 心里相信就称义 口里承认就得救 可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这句话 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当这些人心里 相信 口里承认 会怎么样 他的房子会被没收 他的性命 会受到威胁 会被杀头 他一夜之间就会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容易就说 哦 不痛不痒的 那个时候是付上很大的代价 不单是财务上的损失 还有生命的代价 他仍然持守 所以我们也今天同样 我们来问我们自己 就说如果我们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也一样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你还愿意信耶稣吗 我们的心是这样 真的心里相信吗 我们真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国度 而不是在地上的短暂的这个时光吗 所以呢 就是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心 当我们说出一句话的时候 真的是要省察 省察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有人说就是 怎么说 就当神的话 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圣愿我们能够 能够被神的话深深的来触动 能够擦出那种生命的火花 让我们真的时刻的查验 我们自己的心 是不是在神面前有那鲜活的激情 还是徒有其表 内心却沉寂了呢 所以我们要将读经祷告的那些亮光 转化成那种心灵的触动和震撼 引发这个生命的更新 或者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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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期盼 或者是坚定 有人说基督教他作为一种热情 是开始于巴勒斯坦 传至希腊就成了一种哲学 传到罗马就成了一种习俗 传到欧洲就变成了一种文化 然后到了美国 就变成了一种事业 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的信仰 依然是那种因着与神相遇 被神的话所触摸而有着生命的激情呢 还是已经沦落成了一种哲学 一种习惯 一种文化 或者是事业呢 求神来坚察我们的心 愿神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实能够看到 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 真正的自己 跟神的关系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宗教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 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唯有我们所信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 我们的祖是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我们十字架向上 就是我们跟神所建立关系 水平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 所建立的肢体的关系 对这就是十字架 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警察自己的内心 圣经说神是灵 所以拜祂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那么我们第三一点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谨慎 不要去窃夺神的荣耀 如何藏在基督里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 这段经文是在民宿记八章一到三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点灯台上的灯 使灯向前发光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件事 那就是亚伦他点灯所占的位置 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这件事情是关系很重大的 是不可以等闲时值的 亚伦站的位置呢 他是因为会幕只有 他的唯一的光源 就是他所点的这个灯 所以他不能够影响会幕内 整体的这个光照 因为这是会幕中唯一的光源 所以这里的要求就是 既要点亮这个七盏 金灯台上的灯 又不能够影响前面光照的视线 因为灯台的另一边 就是橙色饼和桌子 前面是金香坛 再就是通往制胜所的路 所以这光线在寿所里头的这个光啊 这个光照是很重要的 因为金灯台上的这个光呢 是唯一的光源 所以绝对是不能够 有一点的黑暗遮挡所有的寿物 这些圣器具啊 圣品和通往制圣所的路 是不能够被遮挡的 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含义 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 既要遵行神的旨意 又不能怎么样呢 又不能掺杂人的情感 既要把真理的光表明出来 又不能成为光的遮挡 拦住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只要 只能是隐藏在灯台的 灯的这个后面 让点亮的这个灯光呢 毫无遮挡的向前光照 会众看见的是 从金灯台上发出的光 而不是看见那个点灯的人 所以求主给我们来看见 就是让我们真的是 隐藏我们自己的侍奉 让更多的人呢 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来侍奉神 让我们的侍奉呢 更能够祝福人 使他们跟神能够建立 更亲密的这种交通关系 就是求主来扩张 我们的度量和境界 这是不要去 篡夺神的荣耀 也不要成为光的遮挡 要隐藏我们自己的光辉 隐藏自己的侍奉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 一切都是恩典 也没有什么可夸的 你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在服侍的时候 真的是很很嗨 就是进入一个状态 自己感觉非常的美好 然后很愿意来彰显 我们自己的荣耀 这其实是罪人本性 所带来的 都喜欢表现自己 其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我们是要彰显的 不是我们自己 是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荣耀 所造的 所以我们要来荣耀神 其实荣耀神是我们 活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目的 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荣耀神 我们就跟 那个树木没区别 荣木一秋哈 过眼一夜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因为有 荣耀神这样一个使命 我们有永远的 那个生命和盼望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 所过的日子 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小心 真的不要夺得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自己的荣耀 没有什么 真的是 不要自以为是义 真的是要披戴耶稣 那耶稣成为我们的义 这又是藏在基督里 就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会看到很多 天灾呀 人祸呀 瘟疫呀 战争呀 很多的灾难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 在哪里面 我们是最安全的呢 就是藏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刚才看的 这一个经文 它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在这里呢 圣灵就是 给我们启示就是 唯一充满圣所的是 金灯台上 金灯台上那个灯的光照 这光是圣所里的荣耀 是显明神的祝福和恩责 一切都是为了高举基督 荣耀基督 见证基督 所以圣所里的侍奉呢 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的侍奉 让人看见基督 而不是看见侍奉基督的人 让基督因为我们的侍奉 而能够得到荣耀 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谦卑自己 能够隐藏自己 把自己藏在基督里 让我们忠心良善 有见识 顺服 在这个金灯台的后面 来点灯加油 宁愿主来赐福我们的福事 其实我今天讲的很多 就是关于福事 因为我们从神领受了很多的恩典 我们都是希望神能给我们很多恩典 但是我们用什么能够报答神 给予我们的这些恩典 他为我们所做的 真是为了我们的罪 他付上的代价 是他独生而死 所以是活生生被钉在石架上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他阴间三天了 是忍受地狱的火 为什么 因为我们犯了罪 所以我们跟神隔绝了 罪的工件就是死 所以我们被罪的律捆绑 被死的律捆绑 圣经还说什么呢 因为人人都有一死 且死后有审判 所以我们还是被审判的律所捆绑 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我们 被这三个律所捆绑 能够 能够松开 能够断开 他为我们在石架上 损命流血 他为我们降在阴间 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让我们承受了这样白白的恩典 我们当用什么来回报 神对我们的爱呢 真的是 他对我们的爱 真的是没有办法 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这围组是三围 但是神的爱是长阔身高 有多长 东离西有多远 他的爱就有多长 天离地有多高 他的爱就有多高 有多深呢 深到地狱 把我们从地狱火湖当中救出来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 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 奉献给主 这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这是期待弟兄姐妹 能够 真的是用我们 用我们的心 来回应神的爱 来 主事他 来跟随他 所以那么 藏在基督里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藏在基督里 诗篇 三十一 章二十节说 你必把他们 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争闹 所以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 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免受口舌争闹 约伯记五章二十一节说 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 灾阳临到你也不惧怕 所以藏在基督里面 我们不会害怕 灾阳 因为我们 在耶和华神翅膀的阴下 是最坚固的 一个 保护者的理念 我们就不害怕 诗篇十七节 十七章八节说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阴下 我们就在 基督翅膀阴下 在神翅膀阴下 能够被他所保护 我们就是他眼中的同仁 诗篇 六十四篇二节说 求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 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是的 藏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脱离作恶之人的恶魔 也可以脱离作恶之人的扰乱 耶利米苏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 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 耶拉面和亚历 亚斯列的儿子西兰亚 并亚伯迭的儿子 势利尼亚去捉拿文士巴鲁和先知耶利米 耶和华却将他门隐藏 因为他们藏在基督里 所以他们抓不到他 以色亚书二十六章二十节说 我的百姓啊 你们要来进入内室 关上门隐藏片石 等到愤怒过去 我们都知道我们进入到一个末后的时代 主再来的脚步很近了 那么 所以为了让世人悔改 就是有很多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灾难 这些灾难是神的愤怒 那我们怎么能夺藏神的愤怒 我们藏在基督里 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 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 他是得胜的君王 因为神是我们得胜的君旗 所以当我们藏在基督里 我们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不害怕 我们心里就有依靠 有盼望 所以圣愿大家是在这样一个时候 能真的是确保我们自己藏在基督里 谨慎我们的口舌 不但谨慎 我们所说的话 不是谎话 是真话 还要寻查我们的 说话的动机 还要让我们的福事 不窃取神的荣耀 让我们藏在基督里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真是感谢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 感谢你让我们明白 我们要藏在基督里 让我们能够安稳度日 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有属天的满足喜乐 平安和健康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能够 使我们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手中的所做的工作 都在你面前 蒙悦纳 主啊 我们愿你在来的时候 我们都成为你所喜悦的 毫无瑕疵的心腹 被你称赞 与你同座宝座 同长王权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愿你在我们活食堂这个教会 做主掌权 让我们活食堂教会 弟兄姐妹 都在你的里面 得着从你而来的 属天的祝福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与我们丰富富富的同在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感谢我们的完美 宣教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 接下来